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針對了重大公共建設議題到市議會來報告備詢 不面臨缺工 營建物料上漲 社會住宅基金現在仍然有1499億元的缺口 恐怕得靠舉債來填補 這讓議員炮轟 政策跳票跟基隆捷運沒有兩樣 但柯P也是無奈回應 說沒想到會這麼燒錢 至於台北上海的雙城論壇 年底還是會以視訊方式舉辦 柯文哲修改了之前兩岸一家親的說法 苦笑回應說兩岸現在已經不清 這就為什麼我對這個社會住宅 說要停下來再想想看 秀出社會住宅最新進度 現在不只停看廳 預算也不斷暴增 營建物料大漲跟缺工問題 但突然多出這1499億錢坑 讓議員無法接受 只蓋了15000戶 等於比你當時1000億5萬戶的目標多6倍 不是跳票 現在是真正認清事實 當初喊8年1000億5萬戶 現在看起來已經不可能 但柯文哲不認跳票 更把這問題推給政務委員張景森 做夢夢到的嗎 張景森告訴我的 那跟你之前批評基隆捷運不是也很像嗎 基隆捷運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蓋 其實我蓋到一半就發現不太對勁 社宅戶數沒達標 預算經費又暴增 仍然被議員訂得滿頭包 另外爭議多時的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6月受到疫情影響停辦 柯文哲也表態可能在年底前 以視訊方式再舉辦 兩岸交流比斷流好 對話比對抗好 不過現在台海情勢緊繃 關係急凍 柯皮選擇再恢復 目前兩岸之間唯一有在運作中的官方交流 難道不怕再被抹紅嗎 但是現在兩岸真的是不親 飛機飛來飛去 然後什麼不知道我們進WHO 然後那個鳳梨也不買四家 扛住壓力 柯文哲再向對岸試勝意 開啟對話窗口 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自己心中有打算 在台北綜合報導